首相纳杜斯里安华在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辛陛下登基大典上强调 国家元首会保障所有公民的平等和公正 让全民团结一致 他也承诺政府将捍卫人民福祉 从今年第二季度高达5.8%的经济增长来看 就足以展现昌明经济框架的效果 为赤平画上据点的承诺 预计能在这个月底兑现 今天在国家皇宫举行 首相纳杜斯里安华在典礼上发表祝贺和效忠演词时强调 国家元首是国家和各族人民的支柱 不仅捍卫伊斯兰教 马来文和土著特权 也保障所有公民在君主立宪制和议会民主原则下的平等和公平 安华表示为了实现改革和转型 政府将致力于体现价值观 道德和加强国家认同 并通过可持续措施应对全球经济挑战 以保障人民福祉 政府也将着重教育和医疗卫生改革 除了提升基本设施和国人的英语掌握能力之外 人工智能 数码和能源转型等新领域都是重中之重 安华强调国家元首也在国家外交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确保与东盟 伊斯兰国家乃至全球各国保持密切关系 安华强调国家乃至全球各国家经济 品牌与东北市 感谢观看